中非模仿萨瓦多照葫芦画瓢能否打造加密帝国 马斯克的首颗加密卫星Crypt1上太空了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什么是马斯克做不到的 淘宝电庆新玩法新型剁手方式你要不要试试 完成数百万战略融资还要引入战略合作伙伴 元宇宙香元宇宙建筑商更香 小护理钱包活跃用户超过3000万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 5月25号星期四 别联合赞 我是Michael 中非共和国是非洲第一个 也是世界第二个承认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那么其实它只要效仿萨尔瓦多 把萨尔瓦多的优点吸收过来 缺点摒弃掉 其实就很容易打造一个属于中非共和国 自有特色的一个加密货币的经济体系 但是要想在中非共和国推广相关的加密资产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非洲互联网的使用率比较低 而且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比较普遍 电力资源很贵而且不稳定 很多中非的人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加密资产 什么是比特币 很多观念还需要再去普及 那么中非共和国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之后的 第三步棋应该怎么走呢 中非共和国是位于非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 约有500万人口 该国只有大约14%的人能够用电 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手机 并且当地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1% 相当于该国去年仅有55万人上网 对于加密货币 当地很多居民都一无所知 而在今年4月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后 中非共和国又正式采用比特币作为支付货币 日前中非共和国官方发布加密中心计划 Project Sango 以吸引全球加密爱好者 该计划包括一个加密岛和一个数字钱包 与萨尔瓦多加密海滩计划不同的是 Sango支持现实世界与元宇宙的连接 未来可扩展到其他区块链 允许用户在元宇宙中管理他们的NFT 并解锁其他功能 这也意味着Sango将是元宇宙世界中第一个由现实 支撑的加密货币经济区 自从马斯克启动了他的星链计划之后 他的火箭公司SpaceX是一天比一天忙 一天比一天火热 操作也是一天比一天动作大 今天帮助巴西的学校 明天把科考队送上月球 后天送颗加密卫星上轨道 还是把狗狗币再次送上月球 对于拥有9家高科技公司 有钱就任性的世界首富马老板来说 我觉得只有他想不到的 没有什么是马老板做不到的 来看报道 日前埃隆马斯克创办的SpaceX的 猎鹰九可回收火箭 在佛罗里达州把CryptoSat公司开发的 首颗加密卫星发射到近地轨道 并在太空中建立区块链的安全部署 这颗加密卫星名为CryptoOne 是一个咖啡杯大小的模块 在太空中 它将提供一个物理上无法访问 且防寸改的平台 可以从该平台启动区块链和分类账应用程序 对此CryptoOne的开发商CryptoSat表示 这种类型的平台是第一个世界之外的信任 并且不依赖于其他公司的其他卫星 该模块的其他应用包括部署整个区块链 让攻击者无法接触到账本 这可能意味着加密挖掘可能成为过去 因为理论上 它不再需要通过多个验证器进行取中心化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早在2016年淘宝就上线了VR的购物体验 那时候的名字叫败家计划 2019年上线了AR的视装 AR的这个视眼镜 那么20年上线了AR的视鞋等等 这一切你要说和它元宇宙有关系吗 有关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相关 虽然这些项目最后都无疾而终了 所以有消息称淘宝会在618的这个期间 上线元宇宙的一个购物的会场 而且释放出了内部测试版的画面 对此淘宝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会应说 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沉浸式的 虚拟购物场景的技术探索 所以近期小范围的测试距离元宇宙 还有一定的距离 既然不是元宇宙 那么淘宝这个沉浸式的购物体验场景 究竟探索的是个啥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近日淘宝内部成立了元宇宙专项项目组 进行针对购物和交互场景的探索 优化虚拟购物会场 将在618期间上线元宇宙购物 其中该项目组关注重点的是人货场的连接问题 保证用户在不穿戴外挂设备的基础上 在前端初步实现虚拟购物链路 满足立体化逛淘宝的需求 曝光的视频中远处的摩天大楼 人行道 绿音树 进处阶梯 水池 还有浮空透明信息面板 购物元宇宙的基础底板可清晰可见 并且用户疑似可以通过手机操控方向 指引人物在3D世界中漫步和购物 并且完成一定的交互动作 其实说实话 淘宝这个所谓沉浸式的购物场景的画面 和林俊杰买地的游戏 Decentraland非常的相似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林俊杰买地要花以太法 而你在618的沉浸式购物体验当中 你花的肯定是人民币 当然也有可能淘宝会像微信公众号 弄个什么微信痘一样 弄个什么淘宝痘啊 保币啊什么的 也说不一定 不过最终你要兑换的肯定是人民币 完成数百万战略融资 还要引入战略合作伙伴 元宇宙香 元宇宙建筑商更香 小护理钱包活跃用户超过3000万 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 去年12月份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全球非常知名的元宇宙建筑 及商业服务商叫MetaEstate 宣布说正式启用他们的中文名字 叫援助科技 那么援助科技是干嘛呢 它就是要在元宇宙当中去帮助 大家合理的规划用地 搭建优秀的建筑 引入知名的IP 然后开发使用场景 开展市场活动等等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援助科技是一个 元宇宙世界当中的建筑公司 那么即去年9月份 元宇宙科技完成了种子轮的融资之后 最近元宇宙科技 又完成了战略轮的融资 日前世界知名元宇宙建筑商 元宇宙科技宣布 完成数百万美元战略轮毂全融资 本轮融资由Matrixport 和7X Winters领头 Cryptogram Winters Arest Winters Group YPlus Winters等机构跟头 包括数名加密投资机构合伙人 以个人身份参与投资 去年8月 元宇宙科技在CryptoWorks中 连续购买了约200个地块 价值约150万美元 目前已有超过400个地块 并且元宇宙科技还计划在CryptoWorks 这次元宇宙中打造数字乌托邦系列小镇 通过本次战略轮融资 援助科技将引入一系列战略合作伙伴 为下一步布局虚拟不动产经营 基金资产化 业务全球化 及E-StateFi金融合作等新兴业务板块 提供必要支持 如果你想要投资加密资产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加密资产 或者你已经买过NFT 那么你一定会对数字钱包不陌生 可以说数字钱包 是你进入加密领域的一个必杀计 或者说身份证 Metamask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狐狸钱包 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加密钱包之一 那么Metamask是基于以太坊的链 来开发的一个加密的钱包 它的开发者是由以太坊的母公司 或者说它的联合创始人 Joseph Lubin创办的Consensis 近几年以太坊的生态的繁荣 其实极大的促进了人们 对这些基础设施 比如说钱包类的需求 大量的用户开始下载 并且注册Metamask 为了让服务做得更到位 最近Metamask开始了第一次的社会招聘 2020年10月 加密钱包巨无霸 Metamask越活越突破100万 随着近几年大量Defi项目 以及Defi数字资产在以太坊上创建 大量用户对数字钱包的需求急速增长 今年3月 Metamask已有超过3000万越活跃用户 并且Consensis首席执行官John Lubin表示 Metamask将很快推出 去中心化自制组织DAO 以及计划发行Token 近日Metamask正在招聘产品营销经理 该岗位负责Metamask产品营销活动的策划 开发和执行 以及相关产品的营销活动 包括市场和竞争分析 客户案例研究 产品定位 关键产品优势和信息传递 其实很多交易所 很多这个像麦子钱包 Phantom Coinbase等等 都在推出他们自己的数字钱包 可以说小狐狸竞争对手是非常多的 不过对于每天都需要交易的用户来说 小狐狸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不能够存放比特币 那么随着未来多链时代 跨链时代兼容时代的到来 相信不仅仅是Metamask 很多数字钱包都需要在兼容性上去下下功夫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有价值 欢迎您点赞转发 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做得更加专业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节目最后是今天的币圈大事件 明天见 2022年以来 比特币算力已增长21% 当前全网算力达到每秒206.22EH 全网难度为31.25T 均处于历史高位阶段 自2021年7月6号 比特币全网算力创两年来新地后 全网算力开始出现显著增长 当前网络算力较2021年7月 以上升超139% 知名游戏公司在其社交网站宣布 推出微博3生态计划 AtariX 并引入新的合作伙伴NiftyLives 公告表示 该计划将推动一个 亚达利的微博3区块链生态系统 该生态系统将游戏 公用事业和社区交织在一起 总部位于阿根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ombit已裁员45% 据该公司称 其团队现在有100人组成 分布在阿根廷 墨西哥和秘鲁的业务部门 该公司拒绝透露裁员人数 但根据计算裁员45%意味着裁员约80人 中非共和国官方发布加密中心计划 Project Sango 以吸引全球加密爱好者 该计划包括一个加密岛和一个数字线包 据此前消息 中非共和国正式采用比特币作为支付货币 微软公司日前宣布 日本川崎重工已成为其工业员宇宙业务的新客户 川崎重工计划让车勤工人 佩戴微软Helolens头戴设备 来辅助生产 维修和供应链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